而確定她感染的是Delta 毒理學專家張明威 她提出了兩點的質疑 她認為女研究員 她是被Alpha的老鼠咬到 卻得了Delta 這怎麼分析都覺得怪怪的 而且實驗室的防護眼鏡 還能夠確診 這也是凸顯的是 SOP可能有漏洞 另外女研究員的男朋友 筛檢是陰性也非常離奇 張明威說她真想知道 她男朋友打哪一種疫苗 實驗室人員進入P3實驗室 都要全部武裝 但中研院女研究員 卻疑似在實驗室染疫 整個案件疑點重重 專家張明威就表示 血液感染可能性低 新冠病毒主要靠 飛沫呼吸道傳播 其實的狀況 真的蠻離奇的 把老鼠咬到之後 卻得到Delta病毒 這個其實也是蠻特別的 理論上新冠病毒 也不是從血液傳播 第一個這個病毒就不對 對 如果那個老鼠是英國的病毒 它感染Delta株 那這兩件事情 應該是不相干的 針對這起事件 專家紛紛點出意見 中研院的何美鄉就表示 可能是在脫隔離衣時的疏忽 前疾管局副局長 施文宜表示 除了穿脫防護衣 病毒可能沾黏眼口鼻 處理廢棄物 不小心也可能讓病毒有機可乘 它的隔離衣 或者是它的某些這個部分 它可能有破洞 另外女研究員的男友 篩檢陰性 專家就表示 可能是因為研究員的男友 疫苗發揮效果 躲過突破性感染 男朋友得到的是陰性 這個結果 確實是蠻特別的 但女研究員兩次被老鼠咬 是否有通報主管 以及出現症狀 卻自行就醫 整個通報機制出現大漏洞 到底哪個環節 出了問題 指揮中心勢必要儘快釐清 記者黃毅峻陽中彥台abit